而且这个球我觉得思路非常好 又一个 又来了 史维德 史维德在的这段时间 无论是和长林 包括和葛绕宝 其实都会是更多的受益 确实做得非常好 还是史维德 由于防史维德 确实得注重防无球这一下 是 辽宁队的转换机会 这球放了干净 辽宁队不是不准 也放了富豪 今天这个放的真的很坚决 这个现在这个球打的 就是说整个的节奏 整个辽宁队不是说特别流畅 也确实这个 两次 你看这个连续的 就是说 所以也赞成您说的 就是从大家适应情况来说 可能还得等一会儿 足阁看来投开了吗 是 这个球打得很坚决 山西队在收拾保护大寒的时候 露出了空荡 其实他抓住了 还是大家命中率还不太高的时候 阎宁队状态来得这么早呢 假动作点开了 嗯 这个现在这个辽宁队打得很活呀 你看真真假假的 还是给阎宁队 今天最准的是阎宁队 养个掩护 然后再挡 形志强 接到再高位 那看来是要找泰勒 长林呢 前面外线呢 就有过啊 好球 四次命中 所以山西队也有意地找这点 再换 短下顺 再给 很清晰 对 如果说把比赛就归附到这种状态的话 可能会觉得说 包括长林刚才在那个位置接的时候 会不会出现错位啊 但是发现 哎 莫兰德已经补过来了 再短下顺 再给到远端敌脚 这是哎 投手啊 好机会啊 前上篮板又拿到啊 嗯 就不进没关系 对 不进没关系 真是让你就寒袍 这个就 这个就 对 这是辽宁队源源不断尝试下的优势就出来了 对 本来准备包头 看你抢得厉害了 阅读了你的阅读 然后跟着就下顺 没错 但是还是关键问题 莫兰德能把球跟上 这是辽宁队很可贵的一点 假的 好球 张宁这个 利用了辽宁队不停协防防守的空档 自己穿插到篮下 关键 今天的 这就是要转 对 我们看到张宁还是在底线积极要位 对 史维德的单打 咱们球 自投自抢啊 自己给拨出去了 对 对 走 面对联防 嗯 其改联防之后 从明尘 好 海培鱼 14分 其实会让比赛的形势呢变得重新紧张起来 嗯 而且对于三区的话排面就更大 哦 反跑了 对 这个反跑太清醒了 因为年轻队员在场上创造这个局面 这就很可贵了 加鸡 袁宇呢 想要自己去攻 嗯 但是刚上场可能这感觉还没有 这门防了 哦 漂亮啊 张宁也准备换 这船的很没减啊 位置不太好 嗯 差一点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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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尽端这下 三区的话 是有成绩上的这种 对 有排名上卡位上的这种情况 对 而且还本来就一场顶两场 完了还打两场 嗯 是不是一把球运完完事了 反正差这么多分了 大家都年轻球员为主嘛 嗯 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表现来讲 对 哦 这边王老衡骂 对 王老衡骂在外线 投中了一个啊 这样一来分差应该就定格在了21分了 嗯 差不多了 对 和上次较量的分差呢 其实差的不多 对 就还是能够看出在 这两支球队的总体对抗上 其实带来的防守端 给山西的压制还是比较明显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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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